跟大家讲一下上下签他也有禁忌 禁忌就是第一个物不朝真 物日不烧香 我们基本上都 跟你们讲的很清楚了吧 那么你有物日做完之后呢 你就要得停三天了 就是我哎 我一时不记得 就是我们平常都是 每天去做觉得很虔诚嘛 对不对 有时候忽然间忘记 今天是物日有节去做了 我们说既双香既神 就不要点两根哈 都都是以三柱清香为转 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的话不用教了 这这但是这个是大忌 也是得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粘香拿香去点点这个蜡烛 或者你去用火去把它点燃的时候呢 都是用左手持香 右手可以护着香 但是主要你握的这个香还是左手 因为左手为阳 左手为大 这个哈 也不要说你在弄东西的 用个嘴来叼着这个香的 我看过有一个同学很搞笑 我说你在干嘛 他说我在点蜡烛 然后用那个嘴叼着香 你的嘴都是灼气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去做 上香的时候 你一定要心神要专一 不要想着 然后老板还要催我交这个报告 明天还要做什么东西 不要烧香的时候 你就长清长进 长清静 就不要顾任何的东西 你就专心我就做只做一件事 我就是与神明沟通 不要有杂念 第六个呢 就是有些人说 我家里面没有火机 能不能在炉灶里面点燃这项 切记不行 造军的火不是拿来这么去点 这个是你对神明的不敬 这是大忌啊